接下來我們來講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涼色 是溫度的涼色跟前面的這些 基礎的這些液血涼色可能不太相同 可是溫度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人生很多動物 所以絕大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的體溫會維持在36到37度左右 那只要你變化超過一度的話 其實就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比如說如果你的溫度降了一度 超過到35度以下的時候就會有失溫的危險 超過一度以上到38.5度以上的時候 通常來講我們就會稱之為發燒 40度就叫做發高燒了 所以其實我們對溫度來講 人體的溫度其實它的變動範圍是非常大的小 所以我們需要比較高敏感度的一個偵測 那通常來講我們體內來講 有發炎的反應的時候 溫度都會有點上升 那這個上升的話是體內調節的一個正常的一個反應 所以它最主要就是要能夠讓我們的身體 去克服這些外來的這些病訊 或者是一些外來物等等的 OK 像這個我們是在這個 常有的應用的話呢 當然是像流感的時候 冬天來講就是流感的季節 那你的體溫可能會因此發生變化 那比較大的一個需求其實是發生在之前 距離現在已經大概也要10年了 大概是2003年左右 2003年2004年的時候有一次 雅州爆發了一次蠻大的發炎 如果各位還有印象的話 那時候這個主要的這個疫區在香港 和加拿大 OK 其實都是那個香港人士出沒居多的地方 那那時候就 因為它的視頻性還蠻高的 那個都還蠻嚴重的 所以在體溫的一個觀測上面 其實就非常的重要 它可以用來讓我們快速的評估 就是你現在體內的地方是怎麼樣 OK 那在使用在涼測溫度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幾點東西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溫度只要差個一兩度就差很多了 所以涼測的位置還蠻重要的 什麼意思呢就是 我們身體體內的溫度 身體核心裡面的溫度 跟你四肢末朗的溫度 可能會有很大的差別 尤其在天氣冷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體溫多半是 比室溫還要高的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在天氣冷的時候呢 你的四肢溫度可能會降到 大概只有30度左右 OK 因為接觸的關係 OK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真正去反映 你的體溫是怎麼樣 那就要說你可能大到少了 外面的溫度可能還是只有30幾度 看起來很正常 OK 搞不好還太低 所以這個時候 你涼測的位置可能就非常的重要 那跟你採用的方式也會有很直接的關係 要避免掉這個環境 過冷或過熱的這個環境 對你的體溫造成的干擾 OK 那我們的方式 其實涼測溫度有很多種方式 我們就簡單提幾個方式 包含像電阻式 或者是熱電口的概念 熱電的一個效應 或者是輻射的這個效應 可能是三種方式都可以 量測到溫度的一個改變 所以我們先從第一個 電阻式開始 電阻式它想當然了 就是這個 它是藉由改變電阻的特性 所引起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這個 排料隨著溫度 而去影響它的電阻特性 大概可以分成兩類 照這個影響的結果 可以分成兩類 OK 那一類的話 是比較屬於金屬材質的 金屬包體材質的 在這些材質裡面呢 導電的來源 導電的主因是由於自由電子的移動所引起的 那你的溫度提升的時候 反而會造成自由電子在導體裡面移動的障礙 就是我們所謂的阻抗 所以換句話說 隨著你的溫度越高的時候 你的阻抗是越大的 那簡單來說 我們就用這種非線性的觀音式 來去描述它 OK 0的話 就是R0的部分 就是你的在參考溫度底下 所量測到的電阻 R1呢 就是在你的觀測溫度底下 所量測到的電阻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通常來講這些R1,R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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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 都是正向的參數 就是他們都是大於贏的 所以當溫度越高的時候 你陽色出來的電阻也會越大 OK 這一種現象普遍發生在我們的金屬包體上面 OK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都還滿有概念才是的 那在我們的溫度的電動範圍不大的狀況之下呢 因為這些高次向就是T和二次方以上的向似前面的這個係數呢 從它來講它們都非常非常的小 越小於前面的1或者越小於前面的R8萬 所以呢在這個溫度範圍有限的狀況之下 我們其實多少時候都可以省略掉 所以可以用線性的提進 那這個東西就簡單多了嘛 你只要知道那個材料的R8萬是多少 你就可以量測的出來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一般來說我們在量測溫度的方式 就是把你的這個金屬電極放到 如果是金屬的這個阻礦 放到不同溫度環境底下去量測它的電阻的大小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環境的溫度是多少 那由於我們現在使用的這一類的產品 它絕大部分都是金屬式的 所以它的穩定性非常的好 OK 加工 可加工性也很高很容易被加工 OK 再來呢它的工作溫度的範圍也很大 OK 結冰的也沒有問題 負的幾百度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剩的幾百度也不是什麼問題 只要它不要融化就好 那當然不同的材質它的融點不一樣 所以工作的這個範圍也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這基本上是它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優點 而且我們知道這些金屬在你選擇的材質 它的穩定性都會很好 也就是說它很耐使用 如果說我先用一次兩次它就壞掉 它通常可以撐滿久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樣的這些 軟金屬的這些電極 那我們把通常來講這一類的 我們都把它叫做RDD OK Resistant Temperature Device 好 那除此我們說 除了這個隨著溫度會改變電阻的特性 大概可以分成兩類 RDD是一類 另外一類的話我們把它叫做Smister OK 它跟RDD最大的差異就是 它的電阻隨著溫度升高的時候 不但不會變大而是變小 這樣子的現象呢 普遍發生在半導體材質的物體上面 的材料上面 因為我們在半導體材料裡面的 這個導電的主要來源 並不是自由電子 而是那些電動之類的 所以當你的溫度提升的時候 反而會促進這些導電的這個活躍性 所以進而去降低它的電阻 OK 所以我們說在這一類的這個材料裡面 它都具有負溫度係數 也就是說當你的溫度提升 看一下右邊這張圖 當你的溫度提升呢 你的電阻其實是下降的 OK 那怎樣的在有限的這個觀測區間裡面 只要你設定了適當的工作範圍 這個曲線呢 其實也可以用線性逼近的方式 你也可以得到一個線性方程式 不過更常見的方式呢 我們是用這個表示式來去顯示它們之間的關係 一樣的 R0是參考溫度底下所量測到的電阻 RT是溫度在T的狀況之下 代測溫度底下所量測到的電阻 好 那右邊這個exponential裡面的B呢 是一個材料所代表的一個常數 通常是我們把它叫做β OK 那這個地方呢 是現在代測的溫度 這個是我們參考的溫度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的代測溫度比較低的時候 OK 也就是T小於T0的狀況之下 它的導數就會變得比較大 對不對 導數變得比較大的話 代表這個指數裡面 就會變成是一個正的數字 OK 減完是正的嘛 成長β以後也是正的 所以exponential的一個正數來說的話 它就會大於等於1 OK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溫度比較低 電阻比較高的一個狀況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邊講 反之呢 如果今天的T比較大的時候 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裡面的這個數字 是一個negative number複數 所以你產生出來的數字 是一個小於1的一個 指數過後 以後產生的數字 是小於1的 所以你的電阻會下降 大概有這樣子的反應 那它跟剛剛RDD比起來的話呢 它的工作範圍會稍微小一點點 大概就是只能-90度到-130度以下 以下 超過的話可能就不太行了 那後面這個地方 我們有簡單的用一個練習的題目 讓各位去算一下這個電阻的變化 不過我想我們在這個課堂上 我們就不進行了 因為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些數字帶進去就好 它的題目很簡單 就是說今天如果是在body temperature 37度的時候呢 它的電阻時量測出來是85歐姆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的半導體材質 所做出來的submister 它的電阻大概就是在幾十歐姆到幾百歐姆這個scale 最多就是幾千歐姆而已 好 那如果說你一次這樣子的條件之下 這個是你的T0 這是你的R0 那它想要請你算一下 如果溫度降到25度的常溫的時候 室溫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電阻會是多少 那很簡單嘛 其實就把所有東西都帶進去而已 這邊的β的constant也給你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溫度下降的狀況之下 你的電阻大概上升了接近兩倍到100多 OK 所以這邊只是給各位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的submister的這個電阻 大概就是在幾十到幾百歐姆這個地方在變動 OK 那這個submister來說的話 因為它是半導體 主要是半導體的材料 所以呢 它跟RDD一樣 它們的製程其實是很容易的 那尺寸上面其實也沒有什麼限制 OK 那跟RDD比起來 雖然它的工作範圍稍微小一點點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sensitivity比較好 什麼叫做sensitivity 翻成中文的話叫做敏感度 可是問題來什麼叫做敏感度呢 敏感度就是說 你每單位的溫度改變的時候 所製造出來的電阻變化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溫度感測器的敏感度 對於每一種 事實上這一個用字 sensitivity這個用字 可以推廣到任何的sensor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每一個sensor來說呢 我們都可以根據 它所要量測的這個物理量 以及它所反映出來的這個物理量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關心式 我們把這個關心式呢 其實就把它叫做transformation curve 或是反正就是關心式 那橫索的部分呢 它多半是你想要量測的東西 那橫索的部分呢 會是它的輸出 ok 也就是這個sensor的輸出量是多少 sorry 位置比較不夠 所以我不寫中文了 sensor output ok 那最常見的呢 就是一個線性能關係式 那sensitivity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的代色物理量 變動了一個單位的時候 你的輸出到底變動的量是多少 換句話說呢 把我剛剛的 講的中文翻譯成 用數學翻譯出來的話呢 其實就是在量測 這個curve的斜率是多少 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原件的敏感度 大致上會跟我們的斜率成正比 ok 所以一個敏感度越好的原件 它的transformation curve 的斜率是越高的 不過對於我們的sensor來講呢 這個其實curve剛好方向會不太一樣 它的斜率是負的 但是沒有關係 只要斜率的絕對值越大 那代表它的敏感度會越高 ok 那相較於剛剛的那個RTT來講的話 sensor的敏感度其實是比較好的 它的sensitivity可以達到 就是每溫度上升一度的時候 它的電阻可能可以下降 3%到5% 所以它電阻值的變動其實還蠻大的 ok 換句話說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量測 很細微的溫度變化的話 它所反映出來的電阻差異其實是蠻大的 ok 那在長期的運作底下 穩定性其實也是很好 跟RTT蠻像的 這部分的話他們的穩定性都是非常好 也不容易產生一些變性 或者說他們的電阻特性不容易產生改變 ok 這是那個在RTT裡面的一些溫度 跟那個電阻的一個關係圖 左邊這個圖其實就是反映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個transformation curve OK 橫軸是溫度嘛 對不對 你想要量測的東西 那種軸是什麼呢 種軸是你的 電阻的變化 只是它這個地方呢 使用的是跟參考電阻的比例來顯示 它是一個ratio 不是直接是電阻輸出而已 那我又只是改變了一些顯示的方式而已 沒什麼本質上的差異 你可以看到它都是負向 那這邊有不一樣的曲線代表 其實只是不一樣的材質的這個summister而已 倒是右邊這個curve 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也是一樣 它在描述 就是一個summister底下 施加的電壓以及電流之間的關係 ok 所以可以看到吧 縱軸的部分是電壓 橫軸的部分是電流 ok 那一般來說呢 如果是一個線性電阻的話呢 它的對應曲線在這個電壓電流的一個 這個曲線裡面它會是一個斜直線 對應圖裡面 就像這樣子是一個斜直線 斜直線 斜直線 所以每一條斜直線所對應的是一個固定的電阻 ok 越靠左邊的斜直線呢 它其實它的電阻是越大的 ok 請注意一下 這邊不是線性的座標 這邊是對數的一個座標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越靠左邊 這一條是1MΩ 這個是100K 這個是10K 這是1K 100Ω 以此類推 好 那我們發現呢 如果電流在比較小的時候 電流比較小 代表橫軸比較靠圓點的部分 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的Semester 也是我們這些半導體的材料呢 多半是線性電阻 可是呢 當你的電流通過電流太大的時候呢 它開始會產生一些非線性的現象 以這個例子來說呢 它可能超過0.1MΩ的時候呢 開始就會有一些非線性的現象產生 它會偏離這個原本的線性的關係式了 OK 那可能到1MΩ的時候呢 它的偏離值其實就已經很大了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呢 就是如果今天你要使用Semester 來量測你的溫度的時候 你要很注意它的工作電流和電壓是多少 你必須要確定它還是留在這個線性的工作區塊裡面 否則的話呢 你可能會產生一些那個錯誤的估計的效應 OK 也就是說呢 它的電流可能比你想像的還來的更大一點 好 所以以上的這兩個材料呢 多半是溫度對於電阻的大小所造成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另外一個 也就是說 溫度可能會造成電位的累積 OK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Semul Carbon OK 或者是那個 那個熱電的一個效應所造成的一個影響 OK 那講這個呢 我們就必須要 稍微順便提一下 這邊跟各位拿到的投影片可能有一點點差別 因為我改變了一些敘述的方式 讓可能可以釐清一些東西 我們這裡首先我們要講一個東西叫做Seabag 這是根據發現的人所命名的 Seabag先生所發現的 大概是在200年前發現的一個現象 他發現什麼事呢 就是如果你在同一塊金屬的兩端上面 有溫度上的差異的時候呢 那這上面所累積的電和密度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而產生了電位差 OK 那這個線上蠻特別的 所以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很難直接去量測 他很難直接去量測兩個端點之間的這個 電位到底有差多少 如果他們想要顯示的是不一樣的溫度 因為不管怎麼樣 他可能最後還會拉到同樣的溫度的地方來量測壓差 可是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就把這個溫度的效應給抵消掉 OK 他後來的方式 我們後來是怎麼樣可以保留這個電位差呢 我們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發現這個電位差的大小呢 除了跟溫度的差異有關係以外 跟你選擇的材質也有很大的關係 也就是說你今天使用的金屬是不一樣的時候 是金、是銀、是銅 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所累積出來的電位差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兩個不同的金屬 請各位看一下下面這個示意圖 在這個地方他選擇了兩種不一樣的金屬 有一端相連結 另外一端不要連在一起 OK 然後呢 這個相連結的這一端呢 他可能去放在他想要量測的溫度那個地方 比如說浸泡在液體裡面 或者是進入一個chamber裡面 去量測他的溫度 去attach那個地方的物質 那另外一個地方呢 他是留在代側端 應該說把它放在一個參考溫度的位置 OK 然後呢 如果根據我們的seedback的這個effect來說呢 一個金屬在不同的溫度底下 他們所累積出來的溫度差 應該說他們會累積出一個電位差嘛 對不對 那現在是不同的金屬 所以累積出來的電位差就會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你在這一端 也就是沒有連結的這個端點呢 你就可以量測出一個電位差了 OK 那這個電位差會跟什麼有關係呢 當然第一個跟你選擇的金屬會有關係 再來呢 跟這邊的溫度的差異也會有關係 一般來說溫度差異越大的時候 電位的差異也會越大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所選擇的這個金屬 金屬是你自己選的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去對照出現在的電位差來求得 溫度的差異到底是多少 OK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把它叫做熱電喔 或是Sumocouple 可以齁 再講多一點點 我們剛剛說這個Seabag Effect呢 發現在不同溫度的時候 會產生出一個電位的差別 這個電位差別其實我們把它叫做 Electromotive Force OK 那這個量的差異呢 在幾個科學家研究裡面 我們得到了不一樣 有一些不太一樣的結果 這兩個都是在早期研究這個 這個熱電效應的這些重要的一些學者 我們簡單的摘取他們的結論就好了 首先這個Pathion先生呢 發現呢 我們這個電位差差不多 跟我們的溫度差異成正比 溫度差異越大 電位差異就越大 那Thomson先生說呢 其實好像跟絕對溫度的平方差是成正比 一樣啦 就是說溫度的差異越大的時候 你的這個那個電位差也會越大 只是他們發現的這個關係式不太一樣 前面這個是線性的關係式 後面這個是好像是有一點點平方差 那到底是哪一個Effect 它會跟你所選擇的材料會有關係 OK 這個應用在工程能源的角色上面的話呢 我們就會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不管你今天有沒有了解這個物理的原理 但是我們只要選定的材料 你就知道它的溫度以及電位的關係式是怎麼樣的 OK 所以對我們來說比較重要的是 你到底要選擇什麼樣子的材質的 這些SIMO-Couple 那別忘記了 每一個SIMO-Couple裡面包含了兩種不同的金屬材質 那更細膚一點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SIMO-Couple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有分成很多不同的Type 每一個Type就是一個特殊的金屬的配對 OK 那選擇這個Type之後呢 它就有它對應的一個工作溫度的範圍 還有它的敏感度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現在想要量測的這個東西 來選擇你到底需要的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材質 好 知道它的原理之後呢 我們大概把它拿來跟前面的這些Effect來比較一下 它的優缺點分別是 來第一個 優點來說的話呢 它的反應非常的快 它會馬上反應在 只要你有溫度的差異 它馬上就會有電位的差異 OK這個是還蠻快的 然後呢 它的一樣 材質上面來講的話都是金屬為主 所以呢 製程上面也很方便 成本上面也很低 尺寸上面你也可以做到很小 你要怎麼樣的形狀也都可以做出來 這跟前面其實不會差太多 比較重要的是 你不需要額外的電源 剛剛我們要量測電阻的時候 一般來說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有外接電源嘛對不對 一定要有外接的電壓 你才能量測出電阻是多少 電阻是多少 雖然你不需要太高的電位差 但是你還是需要吃電 你還是要消耗功率 可是對於我們的這個 SIMBLE COMPLE 來講 它反而是會製造出一個電位差 你只要知道這個電位差有多少就好了 所以其實你不需要外加的電源 才能夠知道這個結果是多少 OK這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然後呢 一樣它工作溫度的話 基本上就跟RDD一樣 因為是金屬材質 所以一般來講 它的工作溫度都還 範圍都還蠻大 都可以到蠻高溫的 只要不要溫化就好 好 好話說完了 今天來講一下它的壞話 也不是說壞話 但每一種方式總是有它的弱點 它的弱點是什麼呢 最大的弱點就是這個 它的輸出電位很小 我們說會製造出一個電位差 對不對 但是這個電位差到底多大呢 這個大致上只有在microVolt 到幾十個microVolt 到幾百個microVolt 它基本上很少到一個minVolt OK 在一般你想要量測度差異底下 它對應到都是這個 10的-6次方到10的-4次方的福特 所以這個訊號非常的小 訊號非常小的意思就是代表說 它的縱軸的輸出其實量很小 那反應在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 Sensitivity的表示上面 代表的是敏感度就不好 很容易受到雜訊的影響 背景只要有一個比較大的電動式來講的話 它可能就把你的訊號沒吃掉 OK 所以呢 這個部分要非常的小心 此外呢 它其實只能夠量測溫度的差異 如果今天你想要量測的是絕對溫度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個參考溫度 你必須要去知道你的參考溫度是多少以後 你才能夠知道 那個量測點的絕對溫度是多少 不然的話你知道是Temperature Difference而已 你只知道它的差值是多少而已 這也是它另外一個特性 好 知道特性之後 我們就要想辦法稍微克服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Sensitivity很差 那很差要怎麼樣來解決呢 我們都知道了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電位差很小的話 因為最簡單的方式是怎麼樣 反正做一個Semple Couple 我們剛剛說了 做一個Semple Couple 很簡單嘛 容易製作成本低嘛 對不對 那我就直接做十個 做多一點沒關係嘛 對不對 那做多一點什麼好處 把它通通串連在一起就好 因為單一的Semple Couple 如果它的速度很小 那我串連十個的話 我等於是把它的速度乘以十倍 我Sensitivity就是變成原本的十倍 所以我現在是提高它的Sensitivity了 OK 那串連多個Semple Couple的這個原件 我們就把它叫做SemplePi 把它整個Tile起來的 堆積起來的這樣子 它的結構呢 就有點像是右邊這張圖畫的 在這個地方 我們所使用的Semple Couple呢 是鐵和銅的材質 OK 所以你看 這邊是一條銅線 這邊是一條鐵線 一個銅線和一個鐵線連在一起的話 基本上這就是一個Semple Couple 然後呢 左邊的溫度跟右邊的溫度不一樣 就會在銅線和鐵線之間 產生一個電位差 然後它怎麼把它串連呢 我用我們做的方式就是在鐵線上面 再加一個銅線 OK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一個Semple Couple 第二條鐵線跟第三條的銅線也是一個Semple Couple 然後你會發現它連結的這個位置不太一樣 剛剛在左邊現在在右邊 OK 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所測量的溫度 代測溫度跟參考溫度的點 剛好相反過來 反過來 然後呢 電極的正負號也反過來 這兩個都相反底下呢 這一層和這一層所累積的壓差 以及這一層和這一層所累積的壓差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它可以這樣子繼續疊加起來 我們就是把這兩個都反這樣 呼呼的正的意思 所以呢 你這邊只要疊幾層 幾來的話 那它的輸出電位就會變得有幾倍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增加Sense線平 但它的代價就是 你的這個元件的大小就變大了 OK 所以就好有壞了 那此外呢 除了串連之外 我們也可以用并連的方式 那并連有什麼好處呢 并連好處就是兩層平均溫度而已 OK 我們可以把那個連結端 擺在不同的位置 把多個原件 多個Sumple Couple的連結端 擺在不一樣的位置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Local Area這個附近 它的平均溫度是怎麼樣 你比較不會受到 少數幾個溫度的極端的位置 來影響到輸出的結果 OK 所以 看你需要是怎麼樣的應用 好 接下來講到輻射的部分 Radiation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兩個 不管是Sumple Resistive 或者是Sumple Couple的方式 它都需要接觸的方式 才能夠量測到溫度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的這個Sensor 一定要碰到代測物 才能夠反映出它的溫度 到底是多少 OK 所以它一定要接觸 那 Radiation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 它使用的是這些 不需要介質傳遞的電磁波 OK 所以換句話說它不需要接觸 它可以用隔通的方式 就可以知道這個溫度到底是多少 OK 好 那我們一般來說呢 我們其實接收的都是由物體自己 輻射出來的這些電磁波 OK 那根據我們了解的話 知道說這個 輻射出來的這個電磁波呢 物體的溫度會有很大的關係 OK 溫度越高的時候 你釋放出來的電磁波 就會 那個波長就會越短 能量就會越高 反之呢 溫度越低的時候 你釋放出來的波長就會越長 OK 那在室溫底下呢 你釋放出來的大致上 都是在紅外光的範圍底下 OK 我們知道 可見光的話呢 它的波長 Roughly大概是在 各位知道可見光的波長在哪邊嗎 400到700的nanometer nanometer是10的-94方 OK 紅色的光呢 代表是波長比較長的那個部分 藍色的光 紫色的光 代表是波長比較短的部分 所以呢 我們把那些 波長比紅光還要長的這些電磁波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紅外光 OK 也就是說 能量也比這個 我們知道波長越長 代表的頻率就越低嘛 頻率越低的話 所以這些比較長波長的電磁波 就是 只要它的波長超過700的nanometer 800的nanometer以上的話 我們就把它叫做紅外光 OK 反之呢 如果你的電磁波的波長呢 比紫光、藍光還要再短的話 比400的nanometer還要短 達到300的nanometer 或是更小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紫外光 好 但是不管是紅外光或是紫外光 你都是看不到的 因為它都不是落在可見光的範圍裡面 OK 所以呢 一般來說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可見光的範圍 所以我們看到的光線其實是 我們的光源打到物體 反射到你的眼睛的 但是我剛剛說的這一個熱輻射呢 指的是這個物體本身產生的電磁波 它跟外界的光源是沒有關係的 OK 你自己也會產生電磁波 那這個電磁波的範圍 它的頻率的範圍呢 通常都是落在紅外光 所以其實你看不到 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我想人都是看不到的 應該不分一般或特殊人 總之就是看不到就對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 釋放出來的電磁波 到底波長是多少的話呢 你必須要用特殊的設備才行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用的就是 紅外線的照相儀 也就是說 你這個一樣是照相機 但是它專門收的是 紅外線的頻段 它不是收可見光的 各位所使用的手機 或是單眼相機之類的 你接收到的都是可見光嘛 對不對 可是紅外光的照相儀的話呢 它接收到的是紅外光 OK 所以各位看一下 下面這張影像demo的 左邊這個就是一般的可見光 收到的這個影像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人嘛 他就是用一個 可能用一個塑膠袋包住他的手 所以你看不到他的手 裡面是怎麼樣子的 右邊這一張呢 就是同樣的這個人 他使用紅外線照相儀 所獲得的一個結果 OK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皮膚的地方 看起來好像顏色是比較偏黃色的 來看一下右邊這個對應圖 請注意一下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看不到可見 看不到紅外光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所有顏色 都是我們自己加上去的標示 它反應的是什麼呢 它反應的是目前來講 它的這個所對應的不同的這個頻段 是怎麼樣子的 顏色越高的位置呢 通常代表的是波長越短的地方 OK 也就是它的溫度越高的地方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在皮膚的表面上面呢 其實溫度其實都是比較高的 OK 但是呢 像比如說有眼鏡遮的地方 因為穿透性沒有那麼好 OK 所以呢 看起來好像那個波長就比較短一點點 頭髮的地方也是 衣服的地方也是因為有cover 所以你比較看不出東西來 然後呢 手的地方呢 我要原本 因為你有一個黑色的塑膠布嘛 所以可見光沒有辦法穿透 既然沒有辦法穿透 你就看不到裡面的手 但是呢 可見光沒有辦法穿透 並不代表紅外光不能穿透 OK 紅外光還是有部分的紅外光可以穿透出來 所以呢 即便你有一個cover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裡面有一隻手 只是當然它跟沒有塑膠袋卡壺的部分 還是有一點點差異就是了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紅外線的一個影像 好 那這個原理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它所講的就是黑底不射 那這個名詞我想都會在高中物體的時候 多半都有聽過才對 我們知道說呢 任何的物體 只要它的溫度不是絕對硬度的話 它都會釋放出電磁波 那它釋放出來的電磁波的強度呢 跟它的頻率呢 它其實是由 呃 方程式可以來描述 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回去查一下 那大致上來講的話呢 它是一個連續方程式 那它的特性就是 當你的溫度越高的時候呢 你的整個平帶 釋放出來的這個輻射的平帶 會往比較高能的地方位移 OK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是 是我們想要的就是 你釋放出來的電磁波的能量 跟你的溫度是有特定的關係式的 我們剛剛說了 一般來說 溫度越高的時候 能量就越高 波長就越短 那以室溫的範圍來講的話呢 我們落在的這個 我們所產生的這個輻射呢 多半是紅外光 甚至呢 我們是落在遠紅外光的部分 紅外光有分成 近紅外光和遠紅外光 那它主要是落在遠紅外光的部分 但是 總之呢 就是說我們如果想要 偵測這方面的資訊的話 我們就需要有一些sensor 可以去接收到 紅外光的部分 然後最好的話 還能夠去做 平圖上的分析 因為呢 我們仰賴的就是這個關係式 這個其實就是 普朗特方的事 所顯示出來的結果 它告訴你說 在不同溫度底下呢 它所產生的這個波形 大概是什麼樣子 它都會產生一個連續的一個波形 橫軸的話 是各個平譜 應該說是各個不同的波長 縱軸的話呢 它代表的是 不同波長的這個電磁波 它的強度是多少 OK 那一般來講 我們主要利用的是兩個特性 尤其是第一個 也就是它的波峰值 我們發現呢 這個波峰的大小呢 應該說 波峰所對應的這個波長的大小 它跟溫度剛好會成反比 跟你代測物質的絕對溫度 這裡的大T值的是絕對溫度 它會成反比 簡單來講 我們來驗算 我們來計算一下 如果今天你想要量測是體溫 我們剛說體溫大概是37度嘛 對不對 37度的話 等於絕對溫度 310度 37加上273 OK 大概是310度 310K 代進去的話呢 Roughlin大概除一下 不用很精準 大概是9點多 也就是說 一般人所釋放出來的 電磁波裡面 具有最高功率 就是最多的這個電磁波 它所對應到的 Line 也就是它的波長 大概是9個Micrometer 9個Micrometer Sorry 講錯了 那如果說今天是室溫的話呢 OK 溫度比較低的狀況之下 它所對應到的 波長就會比較長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 如果說你有辦法偵測到這個波形的話呢 你就可以根據這個PickValue 回去推算它的 這個溫度大概是在幾度 那另外一個的話呢 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走功率跟溫度之間的關係 它跟它的溫度四次方程正比 走功率就是說 反正我現在不管你今天是哪一個波長的 這個電磁波 我通通都計算它的功率得到一個Summation OK 我們發現呢 如果今天溫度越高的時候呢 這個功率其實都會上升 OK 那跟溫度的四次方程正比 那一樣呢 我們也可以藉由功率的增減 來去回推溫度的變化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技術底下呢 我們需要的時間 稍微可能比之前還要長一點點 但是以前的技術也不用太長 大概一秒鐘之間就可以解決了 然後呢它的準確度大概可以到0.1度Z OK 設施溫度 所以它在一個 雖然比較長 但是還可以接受的工作 時間底下呢 還可以提供不錯的準確度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在量測體溫的時候 常常會採取熱輻射的方式 講了這幾個不同的方法 我們回歸一下 來想一下 既然我們今天想要量測的是體溫嘛 那你可以回憶一下你在 在生長的過程當中 你用過什麼不同的元件來量測你的體溫嗎 或是你看過什麼不同的方式來量體溫嗎 跟我們講的這些原理有什麼關係 大家應該最有印象的是這個嘛 水銀式的溫度計嘛 一般來講我們在量試溫也是用這個 其實它的原理我們今天這節課沒有講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是利用的是熱脹冷縮的原理而已 我們知道溫度越高的時候體積膨脹 溫度低的時候體積縮小 所以你可以利用體積來測定 但它的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要均勻的讓這個水銀受熱 跟你想要量測的溫度在同樣的溫度底下 它才能夠正確的去反應代測點的溫度是怎麼樣的 所以這個水銀的溫度器如果來量試溫的時候 大概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你不會特地把它泡在滾水裡面嘛 所以量測出來應該可以反應現在的溫度 沒有問題 可是量體溫的時候就要很注意 比如說我們就會找一些比較靠近身體核心的部位 譬如說嘴巴譬如說腋下的方式 把它讓它的溫度達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之下 它才能夠反應正確溫度嘛對不對 所以量測時間會稍微久一點點 可能是幾十秒到一分鐘 隨著演變來講的話 我們在市面上其實也可以看到很多電子式的溫度計 可是這個電子式溫度計 我用一個概念來表示電子式溫度計 就是代表它們都要吃電 它們可能用液晶的方式來顯示現在的部數是多少 可是它們的溫度原理不一定都是一致 比如說有的電子式溫度計 其實它也是用水銀的量測的 只是它們用電子式的方式來顯示而已 那當然你也可以使用我們剛剛所說的 熱電阻的方式來去做溫度量測 這也是有的 所以一樣它也需要吃電 所以不管是顯示的部分或量測的部分都是需要吃電的 那這幾年來更常見的是我們可能會用Sermal Radiation的方式來做溫度量測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的熱像儀 或者是額溫 或者是額溫的方式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額溫的量測方式 這個東西在一般的場所比較少見 主要是在機場海關這個地方會比較常見 為什麼呢?它是要應付大量 短時間之內有大量的人口移動的時候 比如說入關的時候 這時候你一個一個 其實這是發生在我們當初在SARS流行的時候 你要每一個人都停下來讓你量耳溫 雖然好像很快逼一下就結束了 但是呢它其實總體發揮的時間是很多的 所以每一個人可能要等待的時間很長 其實是有點耽擱到全部的旅遊的行程 所以造成的民怨也會很高 因此呢那個時候我們就發展出說 我們現在可能就是用紅外線熱像儀的方式 直接去照每一個人看他所反應出來的溫度是什麼樣子 可是從剛剛的照片裡面你就可以看得到 其實如果你身體有頭髮覆蓋、眼鏡覆蓋 或者是衣服覆蓋的地方 其實它都會影響到溫度的量測 因為你的紅外線不是直接穿透出來的 所以呢最好的部位在哪個地方呢? 多半就是你的額頭 所以其實比較好的這個 就是額溫的這個 量測的這個 就海關的這種溫度量測器呢 它其實還會搭配上人臉辨識 去抓你額頭的位置 然後去做自動量測 那它發現有問題的人 比如說溫度太高、溫度太低 通常太低不會什麼問題啦 溫度高才會有問題嘛 它就會把這個pick up出來 就是顯示出來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被醒到旁邊去 重新用額溫槍再量一次 用這樣的方式可以比較快速的來進行衰減 那當然,不過現在來講的話 以一般的家庭來說呢 好像配備額溫槍的狀況也越來越多了 但不要說診所來講 他們要量體溫的話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水銀的溫度計了 多半都用額溫槍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應該說有兩個很重要的考量 一個是時間 OK,偶渾槍速度快多了 五秒就結束了 再來的話 是衛生的問題 因為水銀溫度計來說的話 它一定要做接觸式嘛 那今天這個人量過 下一個人又量 下一個人又量 這個診所如果一天看一百個人 就一百人量過 其實會有一些衛生上的一些考量 那以偶渾槍來講的話 它前面有一個隔離的套子 你只要隨時更換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是方便很多的 它量測的這個原理 其實就應用到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Simal Radiation的方式 所以只是說呢 它量測的是耳朵內部的溫度 為什麼要量測這個地方呢 就是要回推到我們剛剛說的 在量測體溫的時候 我們要非常注意量測的位置 耳朵內部相對於體表來說的話 它比較不容易受到周邊的干擾 而且呢 我們今天 體溫的這個控制主要是 在大腦裡面的下肆球 所以當你的溫度改變的時候 其實是從 腦部裡面內部的溫度開始變化開始的 OK 那以耳朵來講的話呢 我們如果今天量測的這個探頭 能夠對損到耳朵的骨膜的話 這個地方是接收聲音震動的地方 量測到骨膜的話 其實骨膜後面就已經是腦部了 換句話說你可以選擇一個 距離你身體內部呢 非常接近的位置來做量測 這樣子也比較不容易受到周邊的影響 也能夠比較正確的反應你目前的體溫是多少 OK 所以你就知道啦 如果接下來 以後如果你有量測體溫的機會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一下 其實你對不對的準 影響的結果差還蠻多的 如果你今天在量測故意 你是對著你的耳殼或者是耳道來量測的話 你通常量測到的溫度都會比較低 但是如果你是對中間對準的話呢 你量測到的溫度可能都會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這個在量測的時候也必須要注意的 所以在一些場所裡面 他為了要確認你今天量測到的溫度是正確的 確定你是發燒 一般來說他或許可能會量個兩三次 也不一定 然後量個兩三次以後 我們通常也不是取平均溫度 我們是取最高溫度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比較低的地方 通常是因為你的紅外線的探頭 沒有對準所導致的 OK 所以你要對準的時候 才會量到比較正確的結果 那通常來講 越高的溫度代表你對的是越準 最後還記得我們剛剛提到 我先問一下好了 有自己用過耳溫槍的舉手一下好不好 還蠻多的 所以我可以講這個 你如果在用耳溫槍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前面有一個塑膠套對不對 那在診所裡面的時候 每一次用完他們就會丟掉會換新的 這是因為衛生的考量 可是如果你是自己用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不要換 那有人知道這個塑膠套 它其實也很重要的嗎 就是說有人可能會覺得說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反正這個耳溫槍如果都是我在用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加塑膠套呢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它塑膠套本身也是一個藉石 所以它在穿透的時候也會改變你的輻射的能量 還有它的功率的分布 因此每一家的設備都會針對它所生產的塑膠套 就是那個保護膜 它會去做一些校正的動作 所以你今天使用不同廠牌的塑膠套 或者是不使用這個保護套呢 都會造成錯誤的量測結果 那個還蠻重要的 OK,所以千萬不要因為省錢 所以把那個拔掉不要用 那個是一定要存在 你才能夠量測到正確的溫度 OK,好,我們先找到這個地方休息一下 謝謝 谢谢大家